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滬升指数是全线下跌 上阵指数是跌了1.34% 跌破了3630点的支撑位置 创业版的跌幅更大一点 全天是下跌了2.24% 那么资金方面 今天滬升两市一共是成交了1.4万亿左右 北巷子金今天则是净流出30.14亿 其中滬股通是净流入1.46亿 而深股通则是净流出31.6亿 那么今天大盘的下跌 到底是因为中秋假期临近导致的节前效应 还是预示着A股将会再次出现波段走弱呢 先说答案 答案是我们也不确定 但是我们更加偏向于是节前效应的可能性 应该会更大一点点 我们提四个理由 第一 从技术上来看 虽然上阵指数是跌破了3630点的颈线位置 但是在周线图上 目前上阵指数的技术形态并没有被完全破坏 第二 上阵武林指数现在在日线图上和周线图上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向下破位 第三 中国恒大的债务风波 目前的外溢效应是越来越明显 我们看到在香港上市的碧桂园和融创中国 这两天是连续大跌 另外 A股中的房地产板块 今天下午也是再次受到了港股中相关个股的拖累 再次出现一波跳水 那么对于恒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它不会成为系统性风险 因为中国政府后面一定会介入 指示会怎么介入的问题 首先 根据媒体统计 目前因为恒大可能无法安时交房 而受到影响的购房者大约有150万人 另外受到恒大财富理财产品无法兑现的人 大概有10万人 那么扣除这两部分里面 重叠的部分 实际受到直接影响的人 可能在153万人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并不少 并且这还不算受到牵连的银行和供应商 其次 明年中国的二十大 习近平将会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 所以这个时间点 中国政府是不会放任恒大的债务风波 演变成一场系统性风险 但是中国政府会怎么介入 这个问题目前全球市场都在观望 毕竟恒大目前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 如果让中国政府全部买单的话 这个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对恒大问题要怎么处理 这个事情应该不会拖太久 我们相信在中秋节后应该就会有消息传出 第四 今天导致大盘出现部分恐慌情绪的 其实并不是来自于恒大这边 而是来自于锂电池概念 我们看到今天跌停或者跌幅超过10%的个股中 有差不多一半是来自于锂电池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 今天在龙虎榜上和锂电池概念相关的公司 也有四家上榜 那么他们分别是东华科技 天奇礼业 东阳光 以及盐湖股份 但同时 我们看到今天在龙虎榜上 干风礼业和西藏矿业这批锂电池概念股 却是被机构资金大幅卖出 这显示至少目前对于锂电池概念 机构资金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 并没有完全看空 另一方面 锂电池概念今天的集体下跌 多少也有一些来自中国工信部消息的影响 今天中国工信部表示 考虑到目前中国新能源车成本偏高的问题 后面中国工信部将统筹保障 动力电池资源供应 这个消息很容易让市场联想到 之前医药行业的集中采购 但是反过来看 这也反映出目前锂电池的需求 依然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综合一下 对于今天护升指数的下跌 我们认为从指数来说 目前还算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并且我们认为 如果大盘的趋势没有被破坏 那么上证指数在3600点附近 可能存在一个强短线反弹的机会 至于板块方面 由于目前市场上并没有出现新的连续性热点 所以市场资金现在要么就是围绕在之前的几个强势股上面 做来回操作 要么就是针对三级报做一些提前埋伏 至于说市场上下一个连续性热点是什么 这个答案我们认为快的话 在中秋节后 慢的话在11月中国19届六中全会前 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另一方面商品市场上 我们认为现在确定性相对最大的 估计就是石油这部分了 虽然国际油价短线可能会有一些反复 但是把时间拉长一点 看到年底的话 那么油价总体上我们还是看多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 今天龙虎榜上剩余的11家 那么他们分别是 丰能这边的国基金工 有色金属板块的云海金属 化肥行业的四川美风 美化工概念的龙虫化工 光伏这边的伊格尔 材料行业的黄河旋风 机械行业的福安股份 石油行业的博迈克 化仙行业的东方盛宏 化工行业的建业股份 以及电力行业的预能控股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北乡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入前六名的分别是 贵州茅台 汇川技术 东方财富 中国中免 招商银行 以及中国旅业 而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出前六名的分别是 中原海控 万科A 干风里业 北方稀土 紫金矿业 以及牧原股份 那么这就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